今天就是共錯明天的學員 第一次首發團離開香港 去內地去訪問、去參觀 這次的旅程四天 那個行程的安排是非常之好的 那些學生除了可以去到博物館 也都會看一些水利的工程 也都會看到一些創新的科技 一些古的街 還有最重要也都會去到 我們餓龍的熊貓基地 近距離看看國家是怎樣 對熊貓的保護是怎樣做法 他們去完之後 回來後我會再跟他們見面 我要聽他們親自告訴我 他們這幾天去了之後 有什麼體會、收穫 我相信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 他能夠去內地 看到國家的發展 看到各個方面的東西 對他們的開拓視野方面 是非常之有用的 當一個人 他一直成長的時候 如果他能夠見多些東西 看多些東西 認識多些東西 對他未來的成長是很有幫助 起碼他知道 他將來的路應該怎樣走 他看過之後 他覺得哪一路是好 有可能 有可能 就來說 了沒有 有可能 不要 對 那 那 對 我們 感谢观看